英文就培养出一种人来 是世界少见的 香港人是第一 完全没有国家观点的人 第二 香港人是完全没有政治意识的 国家观点没有 50年代踏盘里有 有的话你就跑台湾去 你就跟台湾勾结 到了70年代 80年代之后 特别是80年代之后 要是你有国家观点的话 你就可能跟北京挂啥沟 然后他也怕你有英国的国家观点 因为他绝对不承认你 早就说了不让你移民到英国去 那97年之后 改善治港了 开始有政党了 那才开始玩地方政治 玩地方政治的同时 对大政治 国与国之间的政治 还是不懂的 特别是最近这两三年 中美这个大格局的改变 香港就变了一个 前面一个小竹小兵的时候 不用说背后还有国际实力 你就是有些自己有用心的人 就把香港的年轻人完全的毒害了他们 英文人在这儿说 把那个政治锁得死死的 临走之前 特意把他开了门 请他出来 那你就受 那是英文人有意留给你的 你说民生啊 房子太贵啊 太小啊 一大堆问题 都是政治问题 香港如果是 整个地缘政治 还不只是地缘经济了 现在已经超越地缘经济了 地缘政治这个大盘棋里的 一只小竹而已 他打击香港 为什么打击香港 不打击你北京